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ACI南加州学院教育讲座 我是郭主任 申请大学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学生都会问我说 老师我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如何强化这个大学对我的观点或印象 那我这里跟家长或跟学生 常常有一个观点就告诉说 你要把你的这个vision 就是你对事情的看法叫做远见 你要把这个地方点出来 大学要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怎么看待你自己 看待你的未来 看待你的社会 你的社区 你的这个国家或这个整个世界 其实这个vision这件事情 其实对大学来讲是很重要的 大学培养你是因为 让你将来放在社会里面 为社会所用 所以说你的见解 你的想法大学非常重视 你的成绩是算是说你考试方面 你的知识量达到了入学的标准 可是你的思考的价值 思考的能力 大学还必须要审核 所以说第一个要有vision 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远见 第二个要什么 要有竞争力 因为在这个社会上来讲 很多地方你就必须要跟周围的人 跟周围的事情 跟周围的条件 做一个评鉴评比 最优秀的人胜出进到好大学 进到好的职场 好的工作 这些竞争力就是大学里面要的 他并不希望一个个性是非常的soft 非常的柔软 但是却缺少一种这种 outgoing或者aggressive 就是比较有竞争性 竞争力 进取心的这样子一个学生 所以在进大学的时候 这两个特质 一个是远见 一个叫竞争力 大学要从你的文书 从你的自传 从你的推荐性里面 要看到这些特质 在我们ACI南加州学院辅导学生 我们都会让学生说 你有什么想法 你现在要学会说出来 千万不要说 我没想过 我不知道 我还没有什么感觉 你这样子去申请大学 哪怕是你有好的SAD成绩 好的GPA可能都会被浪费掉了 这些资源大学 不会是因为 只是看一个成绩 他就录取你 所以在申请学校 这个观点来讲的话 一个好的counselor 好的老师 通常都是辅导这个学生 在心智方面更成熟 观念上更融通 人际关系更练达 所以说本身这个counselor 就是一个学生的role model 就是他的一个mentor 就是他的一个学习的目标跟榜样 所以在这里来讲 如果人生历练经验不够的人 很难去真正去引导一个学生 走向成功 也引导他真正具备有智慧的眼光 去看他自己的未来 看他的世界 所以在这里我强调的就是说 父母亲要帮学校 帮学生找到一个好的学校 找到一个好的counselor 好的一个引导者的话 那父母本身自己要知道 你的孩子希望变成什么样子 这些好的特质 在这个counselor身上应该都能够发现 就是一个优秀的role model 可以帮助你孩子更能够成功 更能够顺利申请进到一个好的大学去念书 今天我们谈在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会